汪精卫于1944年11月10日 刻死于日本民谷屋 他的遗体于11月12日由专机运回中国 汪精卫死后 南京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哀典委员会 由陈公博任主任委员周佛海、王克敏 楚明毅为副主任委员 南京政府于11月12日发出公告 国民政府汪主席于民国33年11月10日身世 在日本民谷屋底大医院逝世 距升于民国纪元前29年5月4日仪式 享受六十有二 仅于11月12日公营遗体回国成立 择期举行国葬、市中典礼 由国民政府会同中央党部组织哀典委员会 静静办理 11月12日下午六十 装载汪精卫遗体的专机降落在南京光华门外机场 陈公博、周佛海、王克敏等100余名官员 到机场营后 南京政府按照汪精卫生前的遗愿 把汪的陵墓建在国府孙中山陵墓左侧的梅花山上 表示他生前是孙中山的助手 死后也要追随左右 由于汪精卫生前有过陵墓不要劳民伤财的遗嘱 加上南京政府的财政有限 所以汪精卫陵墓的规模不大 不过汪精卫的棺木外面 用钢筋混凝土浇灌了厚厚的一层木壳 倒是十分坚固 汪精卫死后 南京政府推举陈公博为国府主席 既任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但陈公博坚持在最高职务上加个带字 陈公博说 现在汪先生走了 人亡正熙 这台戏也该结束了 我来继承汪先生的职位 是来办理收场的 而不是来继续演出的 此时日本的败局已定 南京政府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17日 陈公博在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 决定解散南京国民政府 把中央政治会议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 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 当晚陈公博广播发表了 国民政府解散宣言 至此历时五年四个月的短命政权宣告结束 陈公博解散南京政府后 向日本方面提出到日本避难的意愿 此时日本已投降 但还是安排让陈公博 林博生 周龙祥等人于8月25日秘密飞往日本 陈到日本后 化名东山公子 隐居于京都郊外的金格寺 但不久陈公博等人前居日本的消息泄漏 中国政府向日本提出将陈公博等人引渡回国的要求 作为战败国的日本 只得无条件答应中国的要求 日本前首相金威文旅得知 陈公博要被引渡回国 匆匆赶到金格寺和陈公博道别 金威说 实在对不起 陈公博道爽快地回答说 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 说不上谁对不起谁 1945年10月3日 陈公博一行七人被引渡回中国收审 1946年4月4日 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陈公博 陈公博对指控他的汉奸罪表示不服 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说 我认为抗战应该而和平势不得已 平心静气去想想 当日汪先生来京之时 沦陷地方至十数省 对于人民只有抢救 十无国可迈 在南京数年为保存国家人民的元气 无日不焦头烂额 忍辱挨骂 对于个人只有敖苦 更无容可求 到了今日 我们应该念念汪先生 创立民国的功勋 念念他的历史和人格 1946年4月12日 法庭判决陈公博死刑 于1946年6月3日执行 临行前 陈公博要求向陈碧君告别 在陈碧君的求是外 陈公博向陈碧君深深距离打工 双手捧上自己用过的一把茶壶 说 夫人我先随汪先生去了 牢中别无常物 一把茶壶 全做留个纪念吧 陈碧君被捕后 更是表示坚决不服罪 1946年4月16日 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陈碧君 陈碧君在法庭上说 日口侵略 国土沦丧 人民遭殃 这是蒋介石的责任 还是汪先生的责任 说汪先生卖国 重庆统治下的地区 由不得汪先生去卖 南京统治下的地区 是日本人的占领区 并无寸土 使汪先生断送的 相反 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力 还有什么国可卖 汪先生创造和平运动 赤手收回沦陷区 如今完毕归还国家 不但无罪 而且有功 法庭最后判处陈碧君无期徒刑 陈碧君借到判决书时却说 本人有受死的勇气 而无坐牢的耐性 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陈碧君个性十分刚烈 汪精卫在日本治病时 陈碧君一直伴随汪身旁 但从来没有对日本人说过一句感谢的话 日本人对他也很发怵 1949年 共产党夺取大陆后 蒋介石并没有把陈碧君移往台湾 而是把陈留给共产党 1952年 和陈碧君私交很深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 和廖仲凯夫人何湘宁 去监狱探望陈碧君 1912年 汪精卫和陈碧君结婚时 何湘宁还曾做过陈碧君的伴娘 宋庆龄和何湘宁告诉陈碧君 中央已经决定 只要陈碧君承认汪精卫有罪 写一篇悔过书 就可以释放出狱 陈碧君却立即拒绝汪精卫无罪 他宁可坐牢 也不承认汪精卫有罪 1959年6月17日 68岁的陈碧君死于监狱中 与陈公博相比 周佛海要随机应变得多 早在日本呈现败祭时 周佛海就暗自与重庆联系 为自己留好了退路 当年汪精卫与日本密谈 基本上是周佛海一手包办 陈公博不仅没有参与 而且还表示反对 最后汪精卫组建政府时 陈公博赶到汪精卫正值用人之际 出于与汪精卫的私人情谊才接受了汪精卫的邀请 到南京政府任职 如果论卖国罪的话 与日本签订密约的周佛海 显然要大于没有参与密约的陈公博 但最后周佛海却比陈公博最轻一等 只判了一个武器监禁 而官职比周佛海小得多的林博生 梅思平等人都判了死刑 可见当时的汉奸审判亦不公正 尽管蒋介石抗战后成为中国的民族英雄 但蒋介石在抗战时期 也多次和日本进行过秘密和谈 除了抗战初期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外 1939年12月 蒋介石密令代理手下的军统特务 曾广冒充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 在香港与日方举行秘密谈判 日方对此会谈十分重视 要求继续举行高级别的谈判 1940年3月7日至10日 双方在香港举行了高级别的秘密会谈 中方代表除了贾宋子良外 还有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林 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张有三 副师从长陆军少将张汉年 会议开始时 日方出示了陆军大臣的证明书 而中方陈超林张有三两人 只出示了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的证明书 却没有蒋介石的证明书 说明蒋介石不愿直接承担和谈的责任 但陈超林说蒋介石亲自过问此事 并在他离开重庆前 特别嘱咐他三件事 一必须取得日本车兵的保证 二明确日本的条件 三 会谈在秘密中进行 日方答应考虑蒋介石的撤军要求 但提出了几项撤军条件 一 原则上承认为满洲国 二 放弃抗日容共政策 三 以密约规定 日军在内蒙及华北若干地区驻军防供 四 停战后与汪精卫一派合作 据参加会谈的日方代表金锦武夫在回忆录中透露 这次会谈争论的中心是满洲国的承认问题 撤军问题以及与汪精卫合作的问题 重庆方面表示 满洲问题中国原则上同意考虑 但方式如何另想商议 关于撤冰问题 日本应将在华军队尽快全部撤退 不得另找借口延迟撤退 关于汪精卫问题 纯属中国内政问题 在恢复和平后 根据汪氏与国民党的历史关系 中国将适当处置 无需替为和平条件之一 但后来重庆方面表示 在承认满洲国问题上政府内部意见对立 要求会谈延期 后来重庆方面一拖再拖 谈判也就不了了之 1943月11月23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 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蒋介石 在开罗举行会议 会后发表的《开罗宣言》 终声明三国将联合向日本侵略势力 做最后的反攻 在战争胜利后 把中国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 但1945年2月美 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 举行制定最后对日作战方针的最高会议时 却没有邀请蒋介石参加 1945年8月 美、英、苏三国发表敦促日本政府 立即无条件投降的波斯坦公告时 竟然也没有邀请中国这个对日作战最久的国家 一起敦促日本投降 这些使蒋介石感到一种屈辱感 也是弱国无外交的另一种表现 不过蒋介石又对美、英、苏三国 不邀请中国参加 最后对日作战方针会议表示担心 三国是不是准备出卖中国的利益 对日讲和 蒋介石最怕日本与三国进行有条件投降的谈判 把保存汪精卫政府作为日本从中国撤军的条件 另外 蒋介石也担心苏联对日宣战 出兵中国战场和日军作战 这样中国就要成为共产党的天下了 在担心被美英出卖和担心苏联出兵的情况下 蒋介石通过地下渠道 派南京政府的考试院副院长妙斌 赴日与日本秘密谈判单独讲和 妙斌表面是汪精卫的人 背后却又是蒋介石的人 1945年3月 妙斌受蒋介石的重托 化名佐藤来到东京 开始了佐藤工作 日本对这次谈判非常重视 当时的首相小姬国昭 亲自领导与妙斌的谈判 中国方面提出的与日本单独讲和的条件是 日本从中国全面撤军 解散南京政府和取消满洲国国号 中国即可与日本单独签署和平条约 小姬首相对中国的方案很感兴趣 有意接受中国的条件 当时日本正准备进行本土决战 如果能和平体面地解决中国问题 把几十万大军撤回日本 可以有效地解决兵源不足的问题 此外 和中国单独讲和 还有助于瓦解同盟国阵营 在外交上也是一大胜利 但日本的军部 却极力反对与中国单独讲和 小姬首相最后遗憾地说 错过这次机会 百年以后都要后悔 抗战胜利后 妙宾被作为汉奸逮捕 妙宾本以为他很快就会被无罪释放 但不久却传来了尽快执行死刑的命令 妙宾于1946年5月21日被处决 比第一汉奸陈公伯的刑期还早 原来美军占领日本后 发现中国准备与日本单独讲和的 佐藤工作秘密资料 麦克阿瑟大怒 要传唤妙宾到东京法庭出庭作证 蒋介石赶紧向美国否认 曾经和日本进行过秘密和谈 另一方面却下令立即处死妙宾 这可以说是杀人灭口 妙宾作为南京政府的考试院副院长 并非政府要职 妙宾本人也没有特别重大的卖国行为 本来不应判死刑 将妙宾如此迅速地处死 也反映出蒋介石害怕得罪美国人的心虚 不过在日本福岗九六米市的有名古寺善导寺中 却有共计谋兵的牌位 在东京中央区的道河神社 还有和平神妙宾显章碑 把妙宾奉为和平神 表示不忘妙宾的和平工作 1946年1月 在重庆的蒋介石通知和应亲 在重庆政府还都南京之前 必须将汪精卫在梅花山上的坟墓处理掉 1月21日 宫兵用炸药炸开汪精卫的墓壳 打开棺墓 检汪精卫的尸体上覆盖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身穿南京政府的文官礼服 黑色长马褂 胸配大寿 头戴礼帽 由于使用过防腐剂 尸体尚未腐烂 棺内没有任何陪葬品 只发现尸体的上衣口袋里有一张三寸长的纸条 上书魂西归来四个字 这是陈碧君在明古屋底大医院汪精卫去世时写的 汪精卫的棺木和尸体被运往青凉山火葬场彻底焚化 梅花山的坟底有工兵产平后建立一座小亭 四周添植许多花木 彻底改变了模样 1994年时 在汪精卫的原木地上面修建了一座汪精卫桂像 似乎是模仿岳飞目前的秦桂桂像供人们妥骂 但到1999年1月 汪精卫桂像突然被撤出 原因尚不明了 尽管人们常说不已成败论英雄 但实际上往往是成者英雄带者贼 如果客观分析一下当时的形势 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存续下来的可能性亦不算小 第一种情况是日本胜利 美国放弃远东地区 第二种情况是日本有条件投降 从中国和南洋各地撤军 但日本很可能把保留汪精卫政权作为撤军条件 如果美国没有及时发明原子弹 对日本进行本土作战 必然要付出巨大伤亡 美英为了自己的利益 很可能出卖中国的利益 接受日本的有条件投降 另外从反共一面来看 如果苏联参战的话 苏军的首先攻击目标肯定是在中国的日军 这样中国就不免会共产化 而汪精卫政权是反共的 美英看来保留汪精卫政权 总比苏联出兵中国强 第三种是日本向美英苏无条件投降 却不向中国无条件投降 这从美英苏三国不邀请中国一起发表 敦促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的波斯坦公告 可以看出这种可能性 如果这样 日军就会给汪精卫政府留下一批武器装备后 突然撤军 留下汪精卫政府自生自灭 就像美国抛下南越政府撤军一样 由于汪精卫政府掌握了中国三分之一的土地 和近半数的人口 蒋介石要想消灭汪精卫政权也非一事 因此从运气的角度来看 汪精卫南京政府的结局 可以说是一种最糟的结局 从汪精卫的一生来看 汪精卫是个典型的文人革命家 善于用笔而不善于用枪 孙中山非常重视汪精卫的文采 孙中山的重要文件均由汪精卫起草 孙中山越后总感满意 极少改动 汪精卫其实担任了孙中山秘书的角色 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 孙中山任总理 黄兴任执行部部长 汪精卫任听一部部长 可见孙中山对汪的器重 也说明汪在同盟会里有相当高的声望 不过是汪精卫在中国名声大振的 还是他以精卫的笔名 在同盟会主办的《民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 汪精卫写的 《满洲立宪与国民革命》 《博革命可以》照瓜分说 《博革命可以声为乱说》等一系列文章 都是当时广为流传的正论文佳作 1908年8月19日 孙中山在新加坡中兴日报 上以南洋小学生为笔名发表文章 《论据革命》照瓜分者乃不实实物者也 文中说 《自经卫先生 民报》第六号 《不革命可以照瓜分说》一文出 言中外情势源源本本 使中国人士恍然大悟 据外制建委之一处 拜读经卫先生革命可度瓜分之论 不禁五体投地 神圣奉执 此文后来收入孙中山全集 但汪精卫的命运和他的老师孙中山一样 都是只有威望却无实权的领袖人物 文人革命家在夺取政权以前 起着极其重要的舆论制造工作 可是一旦政权到手 他们就被掌握军队的军人政治家们 排挤到一边 孙中山被袁世凯摆布 汪精卫被蒋介石摆布 都是中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牺牲品 不过汪精卫对国民党建立和发展的功勋 是无法抹杀的 现在台湾的国民党 在召开重要会议以前 必先朗读孙中山总理的遗言 然而这个遗言 其实却是汪精卫所写 孙中山不过千个字而已 这也表现出汪精卫对国民党的影响 仍然阴魂不散 汪精卫一生 以生命为赌注 进行了两次拼搏 一次是自杀摄政王 另一次是发起和平运动 前一次赌博巨大成功 得到世人的喝彩 后一次赌博却完全失败 遭到世人的唾骂 不过人算不如天算 在很多重大事件中 运气或天命起着重要的作用 汪精卫行刺摄政王时 抱着必死的决心 根本没有想到生还 清政府对行刺满人王宫的刺客 一直都没有不处死的先例 只是到了汪精卫时才破里面死 如果当时清政府成全汪精卫 必死的决心处死汪精卫 中国就会少一个大汉奸 而多一个大英雄 现在我们的中小学生们 将代代朗读汪烈士引刀成一块 不负少年头的豪言壮语 如果汪精卫在1935年遇刺时被打死 也会成为中国可歌可泣的光荣老革命家 而汪精卫却只伤不死 如果1939年重庆特务不是错杀曾仲明 而是打死汪精卫 人们也只是叹息汪精卫一时糊涂 不会是汪精卫悲上史上最大级汉奸的恶名 但命运之神好像是在故意捉弄人 汪精卫最后对自己的人生也是不满意的 在他60岁还历时曾经写下一首 朝中错的树怀词 城楼白驰以空仓 燕被正低响 满地萧萧落叶 黄花留住斜阳 栏杆拍扁 心头快累 眼底风光 慰问青山绿水 能尽几度兴亡 汪精卫在此前还写了这样一段话 众九日登北极阁 独元一山词 只顾国江山如画 醉来望却兴亡 北不绝于心 一作一首 元昊问这样的王国诗人之作 引起汪精卫的共鸣 可见汪精卫的内心 已是郁郁颓葬 不少人把汪精卫投靠日本人解释为 与蒋介石争权 但从汪精卫的历史来看 汪精卫并不是特别最新于权力的人 1912年辛亥革命胜利时 以汪精卫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社会影响 他至少可以当一个部长以上的官员 胡汉民就做了广东都督 当时汪精卫才30岁 这样的高官对于一个30岁的青年 应该是很有吸引力的 而汪精卫却提出不做官 不做议员 不嫖 不赌 不纳妾 不惜鸦片的六部主义 放弃做官到法国留学 辛亥革命后 像汪精卫这样 具有功劳威望之人 却没有做官的 只有汪精卫一人 后来汪精卫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时 在完全可以不辞职的情况下 主动自责辞职 也反映出汪精卫对权力看的不是很重 所以 简单的把汪精卫离开重庆 搞和平运动 看成是争权夺利 其实是把历史人物脸谱化了 汪精卫个人的悲剧 其实也是近代中国的悲剧 试想 如果当时中国是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 又怎么会遭到外国的侵略 又怎么会有汉奸 一个国家历史上的汉奸越多 就说明这个国家越弱 对于一个遭到强敌侵略的弱国 总要有人挑起汉奸的担子 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是如此 因此 我们不应该公式化的 把汉奸理解为一群 整天想着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 而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汉奸们的悲剧 副汪精卫叛国宴殿 1938年12月29日 汪精卫重请中央党部 蒋总统 即中央之间委员朱同志军舰 今年4月 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 约 自唐姑协定以来 无人所以忍辱负重 与日本周旋 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 采用和平方法 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 在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 在政治上 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 在经济上 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 自去岁7月 如沟桥石变突发 中国认为 此种希望不能实现 使破而出于抗战 请读日本政府本月22日 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名 第一点为善邻友好 并郑重声明 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 无赔偿军费之要求 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 且将仿明制为新潜力 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 交还租界 废除治外法权 比中国能完成其独立 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 则无人依于和平方法 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 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 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 亦得以保持 如此则无人遵照宣言 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 视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第二点为共同防共 前此数年 日本政府屡曾提议 无人顾虑以此之故 干涉及无国之军事及内政 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 当以日得以防共协定之精神 缔结中日防共协定 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 防共目的 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 对苏邦交不生影响 中国共产党人 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 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 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 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 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 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 无人必自动地积极地加以制裁 以近期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第三点为经济提携 此一数年以来 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 无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 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 经济日本政府既以郑重阐明 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 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 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 唯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 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 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 并应本此原则以商定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三点 赵明经熟虑之后 以为国民政府应及以此为根据 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 以其恢复和平 日本政府11月3日之声明 以改变1月16日声明之态度 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 为和平之谈判 则交涉之途径已开 中国抗战之目的 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 抗战粘鱼 创举痛身 躺游能以和于正义之和平 而结束战事 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 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以上三点 为和平之原则 知其条例 不可不惜心商榷 修其适当 其由要者 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 必须普遍而迅速 所谓在防控协定期间内 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 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 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观 必须如此 中国只能努力于战后之修养 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 终日两国攘地相接 善林友好 尤其自然与必要 历年以来 所以背道而驰 不可不深求其故 而各自明了其责任 今后中国顾应 以善林友好为教育方针 日本由应令其国民 放弃其清华武化之传统思想 而在教育上 确立清华之方针 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 此为无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 同时 无人对于太平之安宁秩序 及世界之和平保障 已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 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 谨吟提议 扶其采纳 汪兆明 燕 4.5 5.6